成熟稳重,高端大气上档次,坚定的眼神,不走歪门邪道,想要的东西就努力去争取,哪怕知道后果也要全力以赴,现在哥哥妹妹已是双顶流,剧已播完,黑子们又开始着急了,制造了许多黑热搜,大家不要去理会,不要那么玻璃心。 哥哥妹妹一直在,那么我们也会一直在,哥哥妹妹于2019年7月10号相识与晚宴,到23年已经4年多时间,不管在剧里还是剧外,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糖,所以说他俩在我们在,有不了解的可以去考古一下,看看有哪对CP可以像他俩一样。 那天哥看到肖战先进别,过来会儿杨子才带着朱丽嘛,吃完了也是肖战先走,杨子够出来。 肖战杨子不愧是那日最勇CP,当别的CP粉还在幻想正主见对方父母时, 杨子爸爸就已经参加了肖战的杀亲宴,和肖战一起做主桌,这也不怪余生已经播出这么久了,还有很多人磕他俩,实在是正主太会了,事实上肖战杨子只要一同矿,就有一种甜蜜的氛围感。 战哥对所有人都十分温柔客气,但对杨子的温柔是由那而外散发出的,在采访中战哥说过温柔只给心爱的人,战哥也把独有的宠爱给了杨子,同一个晚会上战哥对别人就十分客气, 就连笑容也很礼貌疏离,而看到杨子就咧嘴甜蜜笑,真的区别也太大了,在余生没有播出的那些日子里,肖战杨子没有互相避嫌, 姊妹在战哥低谷时期,义无反顾站出来力挺他,战哥会时刻守护着姊妹,去年他们俩就被拍到在横店聚餐,两人一前一后进餐厅,一前一后走出餐厅回家, 而在这之后不久,肖战就演唱了《让我留在你身边》,深情款款太让人心动了,看到这你觉得肖战杨子般配吗? 肖战杨子不愧是BG天花板,三年前合作了余生,三年后再见面依旧眼神拉丝, 只要采访中提到与姊妹相关,与余生相关的事情,战哥的表情管理直线下降,事实上肖战杨子什么关系我们不知道, 但从花絮采访以及舞台中,我们还是能亏欠两人真实的情感,肖战子走红以后, 语言行为都变得更加谨慎起来,毕竟人红是非多,一个举动都会被人过度解读, 肖战对前辈尊敬有礼,对合作女星更是时刻保持友好距离,出现绯闻也会及时辟谣, 而和杨子待在一起像是进入了舒适区,就连笑容也变得更加从容热烈了起来, 只要是有同台的机会,战哥的眼神就一直黏在杨子身上,下台后也是毫不犹豫奔向杨子, 这些下意识亲密行为,在余生拍摄期间就有机可循,就战哥娄子妹妖的动作也太自然了吧,不仅如此, 准备拿着手上的冰淇淋,等工作人员给他换衣服,肖战一把夺过冰淇淋,凑近鼻子闻了闻, 反正剧中两人吃了这个冰淇淋,而工作人被喂了一大口狗粮,已经习以为常了, 看到这你觉得肖战杨子甜吗?欢迎留言讨论。